好,接下来又到了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词典20年的时间,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第五集,假必无数。 但是要说中国足球从此登堂入室脱胎换骨,却还远没有这么简单。 那是中国足协豪赌世界杯的年头,所谓联赛诚可贵,出现价更高。 为了国家队的备战,连续多年的联赛都处在支离破碎的状态。 甲A初期的红火景象也开始慢慢地降温冷却。 依然是为了世界杯,中国足协取消了2002年甲级联赛的升降级制度。 对于各支甲B球队来说,如果2001年冲不上甲A,那就只能等到2003年了。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,那年甲B联赛的收官阶段,各支有望冲A的球队, 使尽了浑身解数。 正是在那一年,带着一丝乡土气息的广州吉利老板李叔福, 率队出现在了甲B阵营。 吉利队的出色表现,让出色足球圈的李叔福非常的满意。 我们了解了足球,了解了中国的足球,中国式的足球。 2001年9月29号,正是国家队冲刺世界杯的前夕。 甲B联赛的倒数第二轮,各支球队冲A的暗战已经演绎成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局面。 首先引发争议的是一场冲A对手之间的直接对话, 上海中远主场对阵李叔福的广州吉利。 在比赛的最后时刻,中远队依靠一个有争议的越位进球, 以3比2绝杀广州吉利。 这一结果让上海中远队提前一轮冲A成功, 而广州吉利队仅仅在理论上存在着冲A的希望。 在这个争议球出现之后, 球场一时间陷入了极度的混乱当中, 就连当时的赛后新闻发布会也成为了球场乱象的延续。 球场一时间陷入了极度的赛后新闻。 你怕我以后没得当吗? 我说了以后就没得当吗? 可以打好几张。 我们那场比赛根本就得不到什么公平。 现在大家都围要那个越不越位的问题, 其实我想那场比赛了, 根本就不是说那个球的问题。 整场比赛我们都觉得裁判就是在这个判法上呢, 就尺度不易。 就在上海一片混乱的同时, 成都五牛与绵羊太极的比赛也出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场面。 比赛开场仅近20分钟, 主场作战的五牛队就奇迹般的取得了6个进球。 上半场结束前, 五牛队后防核心队长李鸿军由于故意守球被红盘罚下。 不过十打十一的成都五牛最终依然以11比2的夸张比分取得了胜利, 创造了职业联赛以来甲鸡球队的历史最大比分。 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, 绵羊队的老帅商瑞华几乎哽咽。 应该说我们这队现了大眼吧。 但这场比赛呢, 比赛之前我也知道这场比赛不太好打。 因为这两个队呢, 有千丝万缕的联系, 又是新军队的队。 这场比赛呢, 又关于到五牛和现场冲黑。 所以, 应该说比赛之前, 俱乐部也好, 从我这儿也好, 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, 比如从星期一开始就收手机, 把所有队员的手机都收了。 在这儿以后呢, 也这个。 在五牛队创造出11比2的奇迹之后, 最大的受害者就是与五牛队同分的长春亚太。 在以2比0战胜当轮对手之后, 本来拥有绝对竞胜球优势的他们却突然发现, 仅仅是一夜之间, 他们在竞胜球的比拼上, 反而处在了落后的位置。 赛后面对媒体的提问, 丫太主帅殷铁生和五牛主帅于东风, 几乎在进行着一场隔空对峙。 绵羊的内场和程度, 因为队长的比分很正常吗? 我不说, 比赛可能大家会通过录像去看的。 我觉得很正常, 因为我带绵羊队, 我知道他们队员是怎么样, 他们那个后卫是怎么样, 包括他们手面是怎么样。 这是第一个大比分, 我不知道双方队伍是怎么打的。 我也不相信绵羊的水平能比五牛差这么多。 我刚才已经讲了, 只要输了一个球, 再抓住它, 肯定会输第二个球。 这点的话, 我们队员是准备会让观察很好。 这一场球我们得做到冲击的事项准备, 跟基战所在准备。 那我会向冲击甲A的准备, 去准备这一周的训练。 面对如此无奈的局面, 阴铁声最后放言, 他们要以冲击甲A的方式来准备最后一轮联赛。 而这到底又是一种什么方式呢? 2001年的10月6号, 长春亚太, 浙江绿城, 成都五牛, 江苏顺天这四支球队, 用他们的表现告诉了我们答案。 当时的形势是, 如果长春亚太不能战胜浙江绿城的话, 那么江苏顺天队只需战胜成都五牛, 就可以成功冲入甲A。 主场作战的江苏顺天队, 一度取得2比0的领先。 不过, 随着时间的推移, 在得知另一个赛场上的长春亚太, 一直保持领先的情况下, 顺天彻底丧失了战斗力。 成都五牛连进四球, 完成了惊天逆转。 不过更神奇的一幕, 还是在浙江黄龙体育场诞生了。 那场比赛的前70分钟, 一直风平浪静, 亚太已一球领先。 就在亚太攻进了第二立进球之后, 场面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。 大部分绿城球员都拒绝进行比赛, 理由则是亚太队员射门之前手球在先。 但是这样的场面维持了四分半钟之后, 绿城队的球员重新回到了赛场。 不久前, 还对一个丢球愤愤不平的绿城球员, 却突然失去了斗志。 他们的防线对于亚太, 几乎不再设防。 最终长春亚太队在15分钟内连下四场, 6比0战胜了对手。 在竞胜球上不多不少地领先成都五牛一个, 而此时亚太的队员们也是无比放心, 因为五牛队的比赛早在四分钟前就已经结束了。 对于这样的神剧情, 恐怕再天真的人也不会认为仅仅是神奇巧合这些词语可以解释。 于是这也有了绿城董事长宋卫平在赛后紧急召开的那场新闻发布会。 可以肯定地讲, 这场球球员有问题。 结果, 刚才已经宣布开除了一些队员, 他们今天晚上就离队了。 他们活该。 五个。 他们活该。 我告诉他们, 他们可以这么卖, 他们可以卖差点轻人。 他们拿那些钱, 不够好报应。 哪怕只有一个球迷, 他也在看, 我们要打一场精彩的比赛。 最后的结果, 两个可以赢球, 他不能这么赢球。 不能因为我们这种情况, 自己把自己卖掉这种东西, 何不去卖别人啊。 在宋卫平如此直白的爆料之后, 中国组协很快介入了调查。 时任专职副主席的严世多, 更是当着全国媒体的面, 慷慨陈词。 这次事件涉及罪之多, 社会反响之大, 球迷之愤慨, 影响之坏, 可称新中国读求历史之罪。 今天中国读协要严肃郑重地指出, 悲剧性的历史是不能重演的。 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打错了算盘, 错误地判断了形势, 低估了可能对此付出的代价。 然而最终的处理结果, 仅仅是取消长春亚太的升级资格, 绵羊太极队降入一级, 还有就是对几家当事俱乐部球员教练的罚款和停赛。 而这样的结果, 显然无法让李叔福这样的新进投资人满意。 几个月前, 还对中国足球信心满满的李叔福, 至今只剩下无比愤怒的声讨了。 最终李叔福 只能无奈地带着自己的吉利集团选择退出中国足球联赛。 而在当时一心谋求世界杯出现的中国足球领导者眼中, 这似乎不算什么。 就在假逼无数闹剧的第二天, 中国国家队一比零战胜了阿曼多, 获得了2002年韩日世界杯的出现权。 那一年, 对于中国足球来说, 依然是辉煌的一年。